长哥,我想问下吃生可不可以吃到一个地堡呢? 就是不需要吃精神科药,那些精神科药不是振静剂, 不是安眠药,而是那些幻听幻觉的? 好,大家听清楚我说什么,没有说什么, 因为我一说什么,就拉得高得, 我的大律师朋友顾问团叫我非常小心, 我不可以说你不如不好吃, 这样就高得了,因为是无牌行业, 我只可以说一些事实和我的意见,我的观察, 事实就是我看到很多文献, 我身边有我的案主门,我的朋友门, 一个一个就是吃了生之后脱了精神病日, 吃了十几二十年,非常严重,自小过几次的那些, 吃了生之后,快到几天之内就什么都不用吃, 以后非常行,这是我知道的事实, 第二就是我自己的意见就是, 通常什么病都是心病,你一定听过我说的, 所以要解决的不是那个病, 现在我们说你吃什么药, 当然因为那个病,问题不是病那里, 在人那里,所以我们要由人入手, 人病怎样可以治人,就是治心, 又是那样东西,是个心的问题, 心的问题就是神的问题, 神就是说我们的灵魂使命, 所以说到尾就是,关键就是, 你找不找到你的灵魂使命呢? 你会否改变了你的心态呢? 包括你的信念,包括你的情绪, 改变了那些就不用吃了, 为何要吃药呢?吃那些药呢? 就是因为情绪有问题, 所谓精神有问题,那些只是表面而已, 后面为何会做成这样呢? 我不是专家,不过我理解的精神病, 其实很简单,精神病的患者, 所谓患者,其实我不觉得要向病, 不应该叫做病,我们不应该说那些癫脑那些, 不是这样的,他们是最清醒的人, 他们是最勇敢的人, 他们最肯面对生命问题, 他们看穿看透,看到化, 他们不跟你玩这个游戏, 这游戏无意义,个个都想死, 要是选择自杀,不想死就是要扮猛了, 因为这游戏不好玩, 它不想抵受这些压力, 这社会完全是不适宜人生活的, 所以他们未选择, 他们说我癫了,你催我不脏, 我是这样的,拉我,锁我,打针, 我们已经这样,没那么痛苦, 最痛苦就是好似你们这样生活, 而我们这班人不去扮癫, 还继续熬下去, 最蠢是我们,最无勇气是我们, 人家有勇气, 这样看,如果你这样了解, 这些理论不是从我发明的, 是六十年前五十多年前, 我看些专家讲,听专家讲, 他们分析这些东西出来, 我可以给好多本书, 好多专家给你听, 不是我这么厉害发明这些东西, 我的确又是, 又讲了事实给你听, 我有九同学在青山医院护士, 做到第一,我认识精神病是医生的, 他们一致告诉我听, 精神病是无得医的, 医都无为,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, 让他不要发电, 控制住他们, 所以其实精神病院不是医院来的, 是一座监狱来的, 就是监狱他们不要等他们搞阵, 是这样的,打冲,吃药那些, 跟他讲数那些, 他们无一个人想出院的, 再讲一次,他们无想出院的, 因为他要令自己精神病, 我们所谓精神病, 你觉得他那么疯, 就是不想在社会生活, 你说出来他当然不想, 他当然是想继续病, 所以你刚才很多谢, 你提出这个问题, 这个问题我看法很简单, 你想好就好, 你想不吃药就不吃药, 当然是你自己的决定, 很多人都问我, 我现在医生正在开什么药, 我可不可以吃少些, 我不吃得不可以,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, 我真的不能回答, 回答就能拘捕, 反而很容易说你自己决定, 不过事实我看到, 所有病都是新的问题, 他们那些专业的什么专家就说, 你不吃药就会有什么后遗症, 有什么那些那些, 你信他, 你永远都要吃那些药, 多谢,多谢。